无论田野风瓜 还是城市小路里的欧风建筑 毋庸置疑 好的事情总会到来 中外电影都爱取景的欧洲 背包客来招战小自由 还剩下多少鱼儿会在这里显现 用表格记录所有开销是他的专长 76年次的FISH 统计所毕业不久 一个人游欧洲48天 花12万生活费 划船进梦幻石灰岩洞 目睹如仙境般的纯净蓝光 据说是罗马帝国时期 王公贵族的私人教堂 还有必朝圣的欧洲著名大教堂 每个教堂基本上都是需要门票 才有收入嘛 比较推荐像米兰大教堂 有种进到就是魔戒里面 默瑞瓦矿坑的那种感觉 如果一天预算控制在1000元 住在民宿一天700块 吃最便宜的披萨三明治 1.5到3欧元 约80元台币一餐 喝水一贯1欧约40元 最重要的交通一天100块 怎么办到 从你住宿的地方 搭到米兰大教堂 周围玩可能走走走 走到更远的一个站 再搭回来 这样的话你只要买两张票 你一天就交通费就只有3欧 至于机票价格 选择大陆的航空公司 转机久飞行要30多个小时 但票价只要8000到13000 贵一点的土耳其航空要26000 但飞行时间少一半 不过游欧洲陷阱其实也不少 就是罗马街头的时候 遇到一个街头艺人 没有什么人理他 然后我会觉得 哇好像很可怜 有点同情的感觉 那我就投了几分钱给他 他就说OK那你可以拍一张照 那我跟他拍了照之后 他就说那我要再拿5欧 避免爬手找上你 要这样穿 背包牛仔裤帽体打扮 学生样最安全 我有遇到对岸的朋友 穿着西装 穿着小洋装 然后跟我讲 他们钱包被爬光了 背包客行走 欧洲抓到PIPO 花少钱也能很尽兴 东森 财经讯讯成为家 吴佑树 台北报导